在高鐵上面掉了300萬 有些人說過了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整件事情 就會退燒了 不過你看到一件事情 今天在嘉義地檢署 他們決定要分他自案來調查了 可是法務部市長 已經講過話了 嘉義地檢署敢辦下去嗎 司弟剛其實看起來 嘉義地檢署馬上說 我們現在根據報紙的簡報 我們已經開始主動偵辦了 而且可能財產來源不明罪 還有洗錢防治法 可能針對這兩個去調查 看起來是嘉義地檢署 主動偵辦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告他的是 法治時報的黃月宏 黃月宏是在台北告的 台北告嘉義怎麼辦 而且他告他是特殊洗錢罪 其實不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 對 為什麼不在台北辦 要到嘉義去辦 其實有人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反正這個案子就是一整個怪 怪到現在連 我們的陳明溫大委員的太太 他也寫了一篇 看起來怪怪的一篇臉書 他在臉書寫了東西 他說今天我在一棵檳榔樹上 看到吊著的一隻鞋子 好好的綁在樹上 再等著施主回來找 這種行為已經超過 夜不庇護的水準 提升到人我一體的境界了 將心比心 不僅丟掉鞋子的人有 失而復得的喜悅 連我這旁觀者都油然伸出 見嫌私奇的感動 我們因為失去而學會珍惜 還有一群先知先覺之人 在失落之情裡 還加入安慰與救援 嘉義的人情味真美好 有人看得懂他在寫什麼嗎 我只看懂掉了一隻鞋 對 那為什麼掉了一隻鞋 你要把它綁在樹上 那你表示有人情味 請問一下誰會掉了一隻鞋 當場還沒發現要回來再找 那怎麼可能 腳上少了一隻鞋 你覺得能走路嗎 對 這個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然後那意思是告訴我們說 陳明威委員掉了三百萬 就跟掉一隻鞋一樣的意思 原來他的三百萬 只是像一隻鞋的感覺 是 所以然後我們的 陳明威委員越解釋越糊塗 我們實在聽不懂 他到底怎麼解釋了 那現在連蔡英文總統 之前本來是叫徐國勇 來幫他代答 那現在他自己出來說明的時候 他說由陳明威自己說明 然後司法該偵辦就去偵辦 那意思是怎樣 切割了嗎 微妙切割 不曉得 因為 因為現在看起來蔡英文總統 也不知道該怎麼幫他解釋 所以你乾脆你自己看著辦吧 但是我們的陳麗玲律師 還有一個新的版本出現 他那個新的版本 聽起來還滿像電影情節的 待會陳律師會告訴我們大家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下一年 綠營的自己的立委 中南部的立委 他們都覺得 這個東西真的很難護航 他說因為到菜市場去買菜 聽到這一間太太婆婆 都在談這個案子 甚至連結金權政治拖累選情 對 我們民進黨很危險 這個到底應該怎麼解決呢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好解決的 你就把事實講出來不去解了嗎 就是你解釋越糊塗 所以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現在因為其實有一個老的成語 叫明文規定 這個在嘉義的人早就都知道了 明文規定了下來 你還想怎麼樣 都已經規定了就是要這樣 你們還囉嗦什麼呢 但是現在我們就出來一個新的 成語叫避重就輕 避重就輕講的就是我們的 法務部政務次長蔡避重 為什麼我們說避重就輕呢 因為案子根本就一開始而已 你都還搞不清楚到底是什麼狀況 你也不知道真實的情況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蔡避重次長馬上跳出來幫他護航了 直接就說分多次提領很正常 很多人都這樣做 沒有什麼了不得 可是他卻忘記了一件事情 陳明文可是立法委員 對 而且我必須說 你是你之前還曾經是 前辦公室的主任 然後你現在是法務部的政務次長 那你這麼位高權重的一個人 你之前又認識陳明文 第一個你對這個案子是不是要迴避 第二個你事情有搞清楚嗎 你一切都查了嗎 還是陳明文講的話你都相信 為什麼你要跳出來幫他護航呢 就讓我們完全不能理解 這個避重就輕 難道真的是情義相挺嗎 實際上我跟你講 我們的蔡避重次長 自己都講過 他說當初就是因為他去幫 陳明文打官司 一個貪獨的官司 貪污的官司打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他自己說的 一個接一個就這樣 認識綠營的人 認識誰呢 認識張花冠 認識蘇智芬 因為貪污道修部 然後我們的陳明文就介紹給 張花冠 介紹給蘇智芬 他覺得一個一個認識綠營的人 我才有機會到法務部來 不然鄉下的律師 誰知道你是誰 所以我昨天才講過 真的年輕人要記得 要加入民進黨 感恩之心 你有沒有感覺到 感恩的心 感謝有你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不知道 因為這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真是兄弟之情 郭董好好學學 人家鐵打的兄弟是這樣打的 對 跟你的不一樣 所以你看 就是因為這樣講話道修 我認識了很多綠營的人 結果他一路高升了 從一個鄉下律師 變成法務部政務次長 那是後來還去代理花蓮縣長 你看這個真的是升官圖 真的非常漂亮 但是問題是 你知道他升得這麼快 其實有些人是不爽的 比如說我們的最大流 新潮流本來很不爽 新潮流不爽這事 當然不爽 為什麼 你是什麼人 你有沒有來我們新潮流 拜過碼頭 背後有個明文規定 就爬得這麼快 為什麼 因為蔡壁總覺得說 第一個我跟民黨頭鬥手 我認識陳明文對不對 然後他的太太 又是小英加一支總會長 然後他女兒又是洪耀福的秘書 想我跟你們綠營觀音這麼深 當個次長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對新潮流來講 你有問過我的意見嗎 我有同意你當次長嗎 所以當時本來你知道 外面就已經在傳消息 他已經準備要去當次長了 結果他自己都在媒體講說 我已經同意了 可能很快就要走馬上任了 結果他當時 另外一個政務次長就跳出來講 跳出來講說 我們這一切都是媒體誤傳 這個目前一切都還沒有定案 大家不要隨便亂傳 好像當場在打臉他 後來21號的時候 還是決定就是他接政務次長 所以當時有人認為說 好像背後是鷹派的 確實不同凡響 有小英在撐腰 因為我們的鷹派 鷹派掌培人在這裡 鷹派掌培人在這裡 小英在撐腰 台灣誰比總統大 沒有人比總統大 所以總統竟然說了 新潮流杯葛也無效 我照樣要當這個政務次長 所以現在蔡壁仲情義相挺 我覺得剛剛好而已 那更厲害的就是 我跟你講他之前幫陳明文 打了官司 還有陳明文自己 這十幾年遇到任何官司 到最後就大肆化小 小事幾乎就化五了 那這厲害了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Ina Sen 絕對不是浪得虛名的 比如說你看這個案子 就是嘉義民雄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他說這是媒體寫的 立委陳明文可能真的擁有 這種民進黨高層 私下偷偷練制出來的 司法先擔 案子遇到他就是全部沒事脫身 為什麼這樣講 檢察官起訴 當時這個民雄鄉污水下水道工程 起訴的名是串通廠商 洩漏6億多元的底價 然後圖利廠商 其實圖利廠商是重罪 對 很重 結果圖利罪不成立 你知道為什麼不成立嗎 為什麼 因為承包商沒有賺到錢 所以沒有圖利罪的問題 你怎麼知道承包商沒賺到錢 我老實講 他跟你說沒賺到錢 就沒賺到錢 那意思就是我圖利你 那我雖然圖利你了 可是因為你沒賺到錢 所以我不賺圖利 是這樣的意思嗎 這個邏輯我覺得滿詭異的 然後你知道他除利罪居然脫身了 然後他這樣子 檢察官也不上訴三審 就神奇就確定了 結果後來判他的是洩密罪 而且判六個月 所以可醫科法經 陳明文還非常不爽 他覺得說為什麼我要這樣 被犯罪 我都已經不是都已經 他自己都跟招包罰罐講 我全部都 我全部官司都已經確定 都沒問題了 那怎麼還會有這個東西呢 所以這個就是人家厲害的地方 但另外一個案子是什麼案子 大埔美鄉草藥草生劑 科技園區 然後當時搜索嘉義縣政府 預約談報告 縣長張花冠 他的女兒曾鈺蘭 然後立委陳明文 今天會前副主委張景深 這一票的人都是位高權重的 結果最關鍵的是 這個公司副主任叫潘忠豪 潘忠豪檢調訊問的時候 坦承拿三千萬給張花冠 其中一千多萬給陳明文 但是他堅持說 這個叫政治獻金借款 絕非賄賂 但就算是政治獻金 三千萬跟一千多萬 抱歉也違法 對不對 所以這應該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這個潘忠豪所屬的 春龍開發公司 還涉及台湯前董事長 無乃人賤賣台湯 台中土地案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些人全部都自己掛 對 然後潘忠豪和嘉義縣政府 為了開發工程解約打官司 心聲不滿 他還轉了污點證人 讓案子爆發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怎麼樣 證據不足 沒事了 對 沒事 不起訴了 對啊 三百萬交保之後 貪污罪起訴後來沒事 然後陳明文後來 又涉及一個會選案 跟四審又判無罪 你看人家多厲害 不管打什麼官司 到最後就是全身而退 頂多頂多就讓你罰一點錢 表示罰錢算什麼 人家三百萬丟在車上 都可以不想撿的 你罰他錢不是讓他時間 三百萬就像一隻鞋子一樣 我跟你講下次 陳大委員 下次法官如果再罰你的錢的話 你就叫法官你自己去高鐵 隨便找個箱子 你說三四百萬自己撿就好了 陳律師 陳明文他現在是說 他要以訴指棒 可是高鐵上面這三百萬的案子 到現在可是越來越離奇了 加一地檢署 現在是時候分他自然來辦 主要辦的方向是 從財產來源不明 跟洗錢來開始進行爭辦 可是你有提到說 這質疑當中其他的版本 會不會還有其他的版本在其中 但是陳律師 你的依據究竟在哪裡 我想我們看過偉小寶的電影 我們在法庭假設一下不行嗎 可以 所以這樣的一個質疑 事實上是目前街頭相義 都在討論的 所以公堂上面假設是無罪 是的 我們看到的版本是什麼 其實高鐵是一個 非常好交錢的地方 我今天我帶了一紙 一樣的皮箱 在上面交換一下 裡面本來是空的 後來有東西 這是一個版本吧 這樣就看不出來了 是 第二個版本是什麼 我今天我約了人 我確實把錢也帶上了這個高鐵 但是跟這個人架馬談不攏 或者是說這個人說 這個錢太危險了 我不能拿 兩個人在這個增值不下的時候 剛好台北站到了 台北分架 所以就有人怎麼樣 陳平說趕快下車 下了車之後他跑了 他認為說 他原來要交錢這個對象 應該會捨不得這個300萬 應該會把這個箱子帶走 沒想到這個人 試金錢為糞土 他也可能不敢拿 或是也不爽拿 然後箱子就孤零零的 留在高鐵站 然後就被民眾 拿去給高鐵認領 是第二個版本 第三個版本 還有人說得更離奇 就是說這個錢 事實上裡面可能原來沒有錢 後來也有人裝上去 我想這些版本 在街頭相議裡面 有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們今天非常值得是 300萬不是300塊 怎麼可能說 今天以這個陳明文 我想他當到立法委員 他絕對不會是健忘之人 縱使匆匆忙忙的說 我時間到了 我下車我行李箱放在車上 他從他的高鐵站下了車 要到他兒子辦公室 要不要搭計程車 要不要做其他交通工具 應該會記得說 我當時有帶箱子上來 我現在箱子不見了 應該在計程車上 就應該要報案吧 怎麼可能說 到了他兒子的住處的時候 看到兒子才想到 才想到說我的錢呢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其中必有蹊蹺 今天嘉義地檢署 以他自然來偵辦 其實在我們法律的灌場 就是一個所謂 簡報分案的動作 在這簡報分案的動作裡面 我們認為除了他所謂的洗錢 還有財產來源不明罪 還有這個洗錢防治法之外 我們還希望 因為張明文他目前 還有公職人員的申發 是所謂的立法委員 依照這個 要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他說 他自己說 說他的戶頭只有240萬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 剩下的60萬是從哪裡來的 既然裡面被搜出300萬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麼 有沒有贈予的問題 因為根據贈予法的規定 一個爸爸或媽媽 一年對別人 有220萬的贈予稅的這些問題 我認為站在稅捐的立場 站在把財產查清楚的立場 都應該說明清楚 可是今天陳明文他怎麼說 他今天他只出示了說 我從我家10點的時候 有拿行李箱 警示器照片 我想請教你 錢其實很容易 很簡單 就跟蔡英文的論文一樣 你今天告訴我說你有論文 你就把論文拿出來給大家看 就行了 有 錢會說 在他的律師的牛皮紙袋裡面 那個的證據 這個東西一拿出來 反而可以適宜 就不用大家再去猜測 太多的版本 否則公堂上 假設一下的事情會越來越多